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性充满竞争意识 而且能够有独立的精神 他从来不服足球管理部门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喜欢发飙 敢于说话 而且都回避粉饰 他作为足球运动员的能够达到的高度 中国足球运动员能够达到的高度 也令不少中国球迷感到比较尊重的 像他34岁的时候还头肠绷带 在亚洲杯赛场奋战的形象 让人们记忆犹新 那甚至呢有不少他的粉丝 每当中国足球成绩不好的时候就高呼 选郝海东当足球主席 不过呢在我看来 只要中国足球存在 而且是按照现有的逻辑存在 那么谁来当足球主席都没戏 就是把实验上最顶尖的足球教练弄过来 或者足球运动员弄过来当都没戏 像郝海东呢 他自己呢对要当什么足球主席 是从来不料的 尽管与他同期的一些裹脚呢 现在也蛮多进入了体制内担任药子 像比如说前国门欧楚良 现在是国家队的助力教练 还有李铁呢 现在是河北华夏队的主教练等等 而郝海东呢 他其实一直刻意与体制 或者说只有足球保持相当的距离 他自称自己是什么 是盲流和三无人员 像有位自身的局媒体人严强 他就形容郝海东像一把刀 像股东笔下的一把没有翘的刀 锋利明快 而且严强说 像郝海东那样进行自由表达的人 注定的他就是在野党 最近《人物》杂志的访谈呢 再次让郝海东这个好大炮 进入世人的眼帘 有人呢 还将好大炮与任大炮相提辩论 认为是中国的两尊大炮 不过在我看来呢 郝海东远比任大炮值得尊敬 任大炮 其实他也就是一个红二代 他当然有一些自己的良知和感言 但是呢 他也因为自己红二代的身份而有恃无恐 而郝海东呢 他是一个纯粹的草根 只是基于天生对自由 尊严 权利的热爱与尊重 济恶如仇 敢爱敢恨 敢于表达 好大炮 在我心目中 是要比任大炮 要高出那么一大截的 在《人物》杂志的专访中 郝海东有蛮多的大炮式的语言 比如说 他居然将今年的足学杯的 武汉红星的队员 围殴江苏苏林的队员的 这样一个事件 与前段时期发生的雷杨案 联系到一起 他怎么解释的说呢 他说 任何的事情事物都不是独立的 你整个社会没有规则 没有意识感 足球没有足球文化 它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它是和所有事连在一起的 足球场上的斗殴 与警察围殴 并打死雷杨 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 我觉得郝海东 还蛮有知识分子范儿的 其实知识分子 我一直说 无非是一种性格 他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 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特质 至于专业技术如何呢 那还是要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独立和批判精神 那么你专业技术再好 你可能也只是一个权辱 只是一个非常精神萎缩的 一个小号的一个匠人 好我们再说郝海东吧 像当年呢 著名的甲球案 就卓协副主席 谢亚龙啊等等 还有南勇等等 因为甲球入狱后 郝海东发过一条微博 说 难道只有主管中心有问题吗 希望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刘鹏开会说明一下 当时呢 郝海东的妈一看这个微博 听人说了 赶快从清道打了电话 郝海东啊 你不能骂领导啊 郝海东怎么说呢 妈没事 你就等我进监狱 你就给我送点饺子就行 后来主席有人打电话追来 问郝海东能不能删 郝海东说 怎么了 我说说什么了吗 对方说你也没错 但别指名道谢行不 郝海东说 我就是要指名道谢呢 反正微博我删不了 要删你们删去 那么郝海东对这个事情 他再记者 再次提这个事情 他回复说 他说我会独立思考 你们骗不了我 胡弄我不行 比如说你们说什么叫爱国 爱国不是你拿的冠军 爱国也不是你喊两句口号 爱国得是你要给这个国家和老百姓 做出什么东西 建立价值观 你国要让别人爱 也要做出东西 而我们现在呢 吃着地沟油 吸着雾霾 这样的爱 你还说爱国 那我怎么爱你呢 这不是让我想起一位老四人 博华早年的一句著名的散文中间写的一句话 祖国啊 我是爱你 那你爱我吗 其实跟郝海东的这段话亦曲同工 郝海东在这次人物状况中 还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比如说 在郝海东25岁的时候 乌拉圭有个俱乐部 看到他的比赛 就想让他转会加盟 自己的球队 于是呢 乌拉圭的俱乐部 佩娜挪尔 给郝海东寄带了邀请函 可是呢 郝海东连看都没看到过这个邀请函 他后面知道这事情 就问队里 当他在八一队 他就问八一队的人 邀请函呢 我的八一队的回复是 我们已经试了 反正你也看不懂西班牙文 太牛逼了吧 郝海东在这次的反制是说什么呢 他说这又是在我们这个体制里面 你作为运动员 你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算你踢得再好 你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郝海东看来呢 他自己就是一个被愚弄的人 不过性情的是 职业化以后 当然呢 郝海东认为是伪职业化以后 那么起码呢 让他跳出了体制 最后三十多岁 郝海东还出趟国 但是呢 他在想 如果是二十五岁出去 就不一样了 三十五岁的他再出去 也就是完成一个心愿了 郝海东而且还喜欢看书 喜欢看书 他说他喜欢明白点道理 知道人生不是像他们说的这个样子 他喜欢读书 这在中国球员里是极其罕见的 据记者的访谈呢 早年郝海东喜欢翻读者 清廉文哉 当然也是算鸡汤的了 不过后来呢 又开始涉猎 丑陋的中国人 台湾作家薄阳的 还有人性的弱点 卡赖基的也进鸡汤 但现在他考虑有点高到上了 比如说 最近近年 郝海东还买了套黄人语拳击 就是写万历十五年 黄人语 买了黄人语拳击 而且还最近在看明代的朝运 很专业的一本书 而郝海东认为 你看这本书 你从明朝的税收改革 那里想想现在 想想我们有些东西 是不是还严格着 对还是不对 是吧 你就会去想 郝海东认为呢 看书是独立思考的起点 而他读书的习惯 与常常不同 他看到某一部分好 就停下来想 有启示 他就研究这一段就行了 他说我又不是做学问 只是想明白一点道理 以及让我有点思考能力 那么郝海东确实是有 在球员中 或者说曾经的体育运动员中 他的思考能力明显高出 同时代的组织运动员一大截 比如记者问他 你觉得今天的中超 和十几二十年前比 有什么变化 郝海东说 没有什么变化 仍然都是企业联赛 像国外不是这样 企业可以赞助 但你不可能控制足球 国外的足球 是属于一个社区 一个城市的 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和底蕴 既有专业的技术层面的东西 又有属于人性的情感层面的东西 但是国内不是都企业联赛 都是玩的资本游戏 甚至是权力与资本的游戏 郝海东说 那中超和十年二十年前 什么区别呢 只不过从一个亿 变成十个亿 二十个亿的 其他什么本质的改变吗 郝海东不只是看问题一针见血 而他确实比较有国气 像比如说 1998年亚运会 他吐口水吐痰 当然这个也不对的 不文明 结果被亚族联处罚了 要竞赛一年 那么就劝他 你去竹形那承诺 错误啊 竞赛一年 竞赛是国际比赛 国内还可以踢 但是呢 郝海东说 我成什么错误呢 违反规定 就成法 做错的事 我愿意承受错误 就这么简单 我有什么时恶不赦的呢 我还要去检讨 比如说当众那检讨 那不扯淡吗 我是人 对吧 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动人 就郝海东认为 他是一个人 他不能够被当众羞辱 写什么检讨呢 他说我是人 对吧 这几个字 很朴素 但是也充满了对权利与尊严的热爱和珍视 相比之下的话 可能有好多人都不敢 或者不愿意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想 我是一个人 对吧 既然是一个人 就像早年的朔也 王硕成说过一句话 就说得很好 其实你把我当人看 也是应该的 我把我自己当人看 而且你 不管你是体制 或者你是商业的大恶 或者你也是一个普通人 那么我们呢 都要把自己当人看 而且呢 你把我当人看 也是应该的 我们如果说 郝尔东是一个朴素的自由主义者 或者是一个朴素的人文主义者 可能还不算权势过度 其实呢 郝尔东确实是对权利是非常尊重的 他对个人权利的边界非常敏感 比如说1992年 股价队封闭集训 当时竹鞋就规定 中国竹鞋很神奇吧 当时就规定 所有球员一律踢平头 你看国外的球员 砸小辫子的 砸啾啾的 墨西干投行的 各种五花八门的 那是一种张扬个性 也给比赛 增添了很多观赏性 而且呢 也让球员在张扬个性中 能够得到一种 拼命要去实现自我 提高自我的一种冲动和欲望 但是我们这边呢 1992年国外的封闭集训 直接规定 所有球员踢平头 好多本来也不留长头发 大家要给你较劲 凭什么呢 你管得着吗 而且踢个平头和踢好 就什么关系呢 他纷纷不平 认为侵犯了球员的权利 而当时呢 拔掉电视天线 没收电话 还有没完没了的 动员大会构成的那种气氛 集体主义的备战气氛 也让郝尔东感到窒息 他说 真是噩梦啊 一个领导 讲几十分钟 七八个体育局领导 轮着讲 真是噩梦 踢好了 什么都是你 踢不好了 你这个那个都有问题 我是算什么呢 我就是你的功绩啊 你就感觉 你虽然是一个人 但没有被作为一个人 他的这种尊严感和权利意识 真的是蛮不错的 在同类人物比起来 甚至是蛮了不起的 那么有我们前面说的 根据一些相关的访谈 或者其他的报道 或者郝尔东的致数 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 一个足球界的工资了 郝尔东 他真切的利益感受 朴素的正义感 对权利和自由的向往 以及喜欢读书 还有不错的这个脑袋 不错的思考能力 他就成为了一个足球界的工资了 不过了 就用工资来喜欢郝尔东 其实还不够 郝尔东比一般工资还近 进一步呢 我觉得他是属于 足球界的口炮党 实际上呢 郝尔东自己喜欢 称自己是好大炮 像比如说去年底 郝尔东专门作为这个主播 开播的一个网络 脱口秀节目 叫好大炮 这好大炮呢 定位为中国首党 球星脱口秀 将他的口炮变成内容 再变成生产力 像有一期 郝尔东大炮 他主动把话题扯到了 球员境遇上面 他就讨论 赛前为什么不让球员见老婆 他就向现场观众提问说 你说人是不是有正常的性需求 当时节目组都很紧张 因为从来没有中国球员 在镜头面前公开谈论性话题 事后呢 节目总监就问郝尔东 敏感的话以后 咱们就切了吧 郝尔东根本不在乎 谈这个正常的人域 有什么敏感的呢 你不用有压力 没有关系 我觉得郝尔东的这个直率和勇气 还真是让人想给他点一个赞 而现在呢郝尔东的最近的这一次接受人物杂志的长篇访谈出来之后 也有蛮多给他点赞的 我的朋友圈都被刷屏了 有蛮多人都在夸赞 郝尔东好样的 而且呢 前自由派报戏 现在我觉得南方报戏也很难算自由派报戏了 但前自由派报戏 南方多数报也写了一篇社论 社论层面 群体挺郝尔东这样的个体还比较少 南方多数报呢 就禁止发表一篇社论叫 中国足球需要郝尔东这样的批评者 中间说 郝尔东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 指出皇帝没穿衣服 指出你坐鞋没穿衣服 体制没穿衣服 你所谓的民流没穿衣服 中国足球没穿衣服 甚至背后操纵这一切的权力 没穿衣服 这后面这一段是我家的 南方多数报没有勇气 他的原话是说 没有这个勇气 不是说没有勇气 他不会在社论中说的这么赤裸裸 他的原话大概是说 郝尔东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 郝尔东也许并非看得清楚的人 最清楚的人 但是他是愿意 也敢于把内心所思所想说出来的人 相比之下 同时在其他的大腕球员 更愿意专注生意或执教 郝尔东因此几乎成了 职业运动员中 持批评生意的独苗 从现在来看呢 中国足球其实更需要的是 郝尔东这样 忠诚的批评者 行动者 最后这一句话 有点小小的不同意 前面我觉得说的都还可以 就说郝尔东是个忠诚的批评者 这个句式呢 是套用所谓忠诚的反对派 所谓忠诚的反对派什么呢 就是承认和维护体制的合法性 需要他改良 我对体制忠诚 对现状忠诚 只不过呢 我觉得做的不够好 做忠诚的反对派 比如古代典型的就是海瑞嘛 被罢光的海瑞 忠诚的反对派 那么当代呢 比较典型的就是任大炮嘛 任大炮 我说任大炮是忠诚的反对派 我有N个史料 和N个证据可以说 但节目就不展开了 那么他们算忠诚的反对派 但这个词我其实很厌烦的 为什么厌烦忠诚的反对派 这个说法呢 反对就反对嘛 你套个在忠诚前面干嘛呢 这这掩掩的 要获得批评的合法性吗 而批评的正当性 绝对不来源于忠诚与否 批评的正当性 或者说批评是否能够成立 来源于你自身的逻辑是否自洽 你的事实依据是否这个强悍 而不在于你是否忠诚 一个不忠诚的人 也一样可以批评的非常犀利 非常正确 但不过就豪豪东来讲呢 我认为他只是个相对体制 而独立的批评者 他与忠诚没有关系 与反对呢 关系也不大 他也不算一个反对者 他谈不上反对 但是呢 他绝对不是一个忠诚者 他就是一个相对体制 相对独立的 一个口炮者 一个批评者 有自由的气息 有权力的意识 仅恶如仇 然后有经验 然后有一定的思考能力 蛮不错的 一个前国角 现足球界的口炮党 党魁 要说豪豪东是足球界的 口炮党魁 应该要算 那肯定不是什么 黄建祥啊这些了 话说黄建祥 最近还在一个什么 动画片里面配音呢 就是海底总动员 其实当时我们就怀念起了谁 怀念起了赵宗祥老师 因为黄建祥的声音 真的很难听 像个鸭子扁扁的 黄建祥这个人味很讨厌 专模作样的 没什么事无英雄 碎是素质成名 声音很难听 也没什么才华 更没什么学问 也没什么见识 无非就央视这个平台 然后在意大利赌球的时候 他压了意大利 意大利反扑 他就发了疯一样的撒狗血 一战成名 这次的 我们就说开启 说说这个 海底总动员二吧 挺好看的 但中间的最大的败笔 就是黄建祥的配音 就应该请赵宗祥 动物事件 当猴鸟飞过草原 海底 深海 珊瑚礁 什么鱼 说赵宗祥 来帮助扮演 这个电影中的 黄建祥那一角的配音 就流逼了 怎么讲到赵宗祥去了 说回来说回来 我们还是来 最后小结一下 郝海东吧 其实呢 我愿意送三个字 给郝海东 右边峰 当然呢 郝海东本人最常见的位置 是踢左前峰的 他是踢左路的 是踢左前峰的 他不是边峰 也不是右边峰 但是我喜欢用右边峰 来形容他 右边峰这个词 也不是我创造的 右边峰这个词的 一个特殊的解释 不说创造的 右边峰这个名词 曾经是我的朋友 李大言 就是李成鹏 跟我们一群江湖上的朋友 当时李成鹏准备召集 大家建一个足球队 其的名字就是右边峰 什么意思呢 右 右派 自由派 这是右 边是边缘 就是非主流 不体制 峰呢 就是前峰 先峰前沿 右边峰 大眼的语感 创意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现在大眼呢 是在除了写他的电影剧本之外 他在做成都一支 业余球队的职业领队 加教练 加总经理 加公关经理 也是做得蛮不错的 拿过蛮多业余比赛的冠军 而且现在他也想打城市联赛 我希望有人能够赞助 有企业能够冠名赞助 大眼也很高傲的 现在为他的球队 到处去拿赞助 时候会找一些企业 来跟他们赞助球衣啊 或者能够冠名给点钱啊 他们可以喝点酒 可以满足交通费啊 打比赛的 还有一点这个平时的经历 我还觉得蛮感动的 我觉得大眼现在做的事情 也蛮有价值 而且他们是绝对的建立在 对足球的热爱 和自由自在上面 有蛮多时候民间 大眼像球弹一样 一个一个都挖的 从八八球里面 一个一个挖出来的 民间业余球星 我去看他的球队 现在也是已经是成都 乃至全国这个顶尖的 这个业余球队了 我看过一次 我带着皮娃去看过一次 他的球队的比赛 自在优雅 舒服 大家下着点小雨 我们的全战看完了 也是大胜对手 讲到这儿呢 有点想大眼了 也有点泛情暖意 也想起了 早年我跟奶娃呀 跟我一大帮 喜欢看球的朋友们 一起看世间杯 欧冠杯 欧洲杯等等 早年还看世剧杯等等 看英超 看易甲 看德甲 再早年也要看 中国的甲矮等等 现在呢 看球是比较少的 但今天欧洲杯呢 也看过一点点 进入淘汰赛之后 可能准备开始熬夜了 主要现在身边 能够看球的朋友 越来越少 其实我是蛮喜欢 跟兄弟们在一起 喝着酒 喊着 然后无伤大雅的 对赌一下 比如赌随进球啊 赌个比分啊 赌有没有越位呀 我和李大眼看球的时候 上一届四月杯的时候 我们赌的 这个五花八文的 赌到会不会得黄牌 会不会被传导 在几分钟之内 然后会不会有越位 赌得很有想象力 每次赌五块钱十块钱 我赌球赌兵 你大眼 后面斗地主 把他全部赢回来了 因为斗地主 你大眼肯定斗不过我了 好了 最后呢 希望所有独立的 热爱足球的人 都会过得更好一点 更直战一点吧 也祝 十五鸡蛋听众中 有喜欢看球的朋友们 看足球的朋友们 尽情享受 欧洲杯的快乐与精彩吧 如果你们急定要求 在欧洲杯决赛附近的时候 我也可以讲一期欧洲杯哦 但是你们需要跟帖 告诉我 你们想听我讲欧洲杯 如果能够集齐七东珠 累计集齐七十个评论 我就讲一期欧洲杯 好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十五鸡蛋 我们这周三再会 十五鸡蛋 不听不散 拜拜啰 请不吝点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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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hard play hard work hard play hard we work hard play hard keep part again like it's your job